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聲匯網立場無關 我們可以在世界上改變 一起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一起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這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不需要錢 不需要錢 我們的意味 不需要 社會議程 內容 大家好 歡迎來到陰謀背後 今晚是年三十晚 這裡供祝大家年三十晚快樂 甚至恭喜發財 因為可能有些人已經在行花市 或是跟朋友或家人在吃團年飯 基本上未必九點正聽我們節目 不要緊 大家都開心 開心之餘當然不會說一些重口味的事 今天很特別 三個以外有一個很特別的嘉賓 為何他不出聲 因為他不知說什麼 他說不要緊 其實我還沒有瞄準他 因為他的麥克風可以繼續收到聲 但他已經不斷在笑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他接下來一集 說一些藥或Christielle最傻家的化學 很化學 藥的東西 甚至乎 究竟 我這個嘉賓 我先賣個關子 要說些什麼 有藥或有化學的 當然是 老本行 Christielle 不要說了 這一集 我們這一集說了什麼 當然是說美國總統的陰謀 美國總統陰謀沒有那麼重口味 因為始終你們知道 連三十晚當然不會說這麼重口味的事 所以今集我們要說美國總統和美國一元 甚至乎美國政府的陰謀 大家可以聽得開開心心 很多人在說這件事 George Washington 究竟他是否第一任總統 資料顯示 我還沒錄音的時候 我和阿舅和Christielle都說過一件事 我發現原來 George Washington不是第一屆總統 有一個叫John的人 就是第一屆總統 但是 我錄音之前 一刻 Christielle就說 不是 還有兩屆 可以再推前兩屆 可以再推前兩屆 其實是怎樣 什麼回事 你先說了 其實是看你如何定義 第一屆 你的第一屆到底是 United States的存在的時候 第一個領導人叫第一個總統 絕對 還是他們十三個州都簽名了 那個人才叫總統 還是憲法終於成立了 之後那個總統就叫總統 我想應該是頭者 就是United States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第一個 一定不是George Washington 沒錯 亦都不是 剛才Alan本打算說的 叫John的人 其實他叫Samuel Huntington 嗯 他當時的存在就是 他們剛開始要簽署 州和州中間的聯合聲明 OK 由當時開始 其實United States就存在了 不過不是十三個州都簽署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幾個聯合州的領導人 你依然可以叫做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那個就是第一個 Samuel Huntington 去到兩年之後 終於十三個州都簽署了 那個條款 出現了John Hanson 才是真正的 十三個州都存在了 現在是美國的版圖 這樣的那個 即是我在說那個John 對 但其實他有些特別的事情 什麼特別的 我們經常覺得奧巴馬是第一個黑人總統 其實John Hanson也是一個黑人 是啊 John Hanson也是一個黑人 沒錯 這件事 我想應該慢慢 我和Christia和阿狗 慢慢去分享給大家 大家記得Adams也有說 光明會成立在1776年 亦都無獨有偶 就是說 那個美國的所謂的Great Seal 知不知道什麼Great Seal 即是美國總統的握著那個所謂的碎印 美國版玉璽 哈哈 美國版玉璽 沒錯 原來美國的Great Seal 亦都是隨著他每一屆總統 亦都在變更 甚至乎一元美金 你知道 我和阿狗都合作了這麼久 我和阿狗都談過或說過 一元那個時候 那個演化我們沒有說過 但裡面 譬如我們有一些 押仙埃 斷了金字塔 十三層 甚至乎在下面 又寫1776年 甚至乎在 New World Order 那幾個字 是的 還有這個 鷹爪 爪住了十三條的橄欖枝 這些 等等 其實我們都說過 但聽眾 如果你聽完之後 覺得 原來不是第一次的第一版 和現時的一元美金 是很大的出入 待會我會慢慢和大家 去分析一下 好了 剛才我講過的第一屆總統 我給大家一個 預測給大家 起碼來說 大家都知道 究竟我們今天 說什麼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有Lincoln Lincoln 和JFK 為什麼呢 我想如果聽過 陰謀背後的話 Adam和阿狗 都有說過 就是Lincoln 和JFK 是唯獨兩個總統 不是共濟會員 當然 可能說 兩個不是共濟會員 有什麼特別 他們有很多相似的 什麼相似呢 再賴過 因為可能有些聽眾 真的聽過 不要緊 不所謂 當作是一個溫故之身 除了這兩件事之外 最顯赤的家族 莫過宇 布殊家族 連續兩屆 將會有機會第三屆 即是三個人 不是三屆 將會第三個人 他們的家庭 做總統 我想這個真的是 一門三傑 一定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當然我們會說一些奧巴馬的事 除了這幾件事之外 Adam想說一些 就是 羅斯福總統 羅斯福總統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羅斯福總統和JFK的年份 其實差得不太遠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兩個 都加入了UFO的檔案 X file 甚至乎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即是四十年代 五十年頭的時候 杜魯門總統 亦都在冷戰時期 大家都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之後 其實美蘇進入了冷戰時期 在冷戰時期 原來他們做了一件事 這個什麼呢 就是獨魯門 是做了一個叫做NSC NSA 大家聽過 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 NSC是什麼呢 就是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我想應該如無以外 阿九應該有一點點印象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 我們說五十一區的時候 都有賴過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來在五十年代 他是做一個指令 去assign這個五十一區 成為一個五十一區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當時美國的州 有多少州 我考考一下你 當時五十個 對 就是五十個 對嗎 五十個州 當然有些是比較上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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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可能有些比較上 是細微一些 但在維基上 你可以看到 都是分到五十個州 為什麼是五十一個州 就是因為他們的管轄範圍 即是 Area 51 這個所謂的範圍 完全是不受聯邦的政府 甚至乎是總統監管 不受總統監管 不受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 Area 51 大家都知道 希望 你們未聽過 或者聽過也好 小弟就上了一個電視台 做了一個節目 我也有賴過 不是賴過 對不起 應該是講一集 是講 Area 51 那你應該都很細緻 對 又未去到很細緻 未去到二十幾分鐘 其實我都感受到 因為二十幾分鐘內 我們真的盡量去濃縮 譬如我兩位主持都很好經驗 一路帶著 一路講 但是你說 可不可以講得完整個精髓 在二十二分鐘 我覺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基本上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 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 杜魯門總統 就是跟這個 就是 說的是 他們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都承認了 有51區的存在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 我們會慢慢 今集 和大家日日談吐 好了 阿九 你今天是講少了話 我們講了十幾十分鐘 沒辦法 少少抱養 聲音都還沒回來 好一點 好一點 大家都有重鼻音 剛才還要 呼吸不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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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問題 他馬上說 我好怕你噎到 好一點 好一點 希望不會說說說 又騙了 沒有問題 不會 最差的那次 是 簡直是開不了聲 記得嗎 下到第三部分 就封了喉 我想你應該記憶猶身 也是感冒 是感冒 很害怕 最近有些菌很兇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現在我故意 雖然外面沒有人 我們錄音室 就開了門 免得 嘉賓也有一個在 我免得 搞到嘉賓上來之後 感染了一些 其實我上來波毒 阿九感冒也不好 好吧 怎樣啊 你對今天這件事 這個 topic 怎樣看 我關心 究竟 未來2016年的選舉 會怎樣 所以我就去找一下 這些資料 是嗎 好啊 待會再講一講 2016年的資料 是怎樣 好了 現在我又入題了 大家清楚這件事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南北戰爭 就是因為 George Washington 為什麼會成為 歷史上 如果表面上 為什麼會成為第一屆總統 就是因為 他們未必夠打 他們就召喚馬 去了歐洲 找了德國 你也知道 德國有Elluminati Bavarian 共濟會 亦有一個分會 他基本上 找了共濟會 和玫瑰十字團的人 就來了美國 幫他們手打 南北戰爭 就是他們本身的內戰 當然 他當然贏了 贏了之後 究竟他的桌底 或者他的桌面 答應了他什麼 不得而知 但是 一元美金 就有很多蛛絲馬跡 可以大家看看 是嗎 Christielle 你覺得 其實我想大家知道 官方採用了一個 Dollar Sign 一字 代表一個 一元美金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件事 就是他隨著時間 那個情況 他都是把一元 一直在改版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 其實 在一元的背後 和一元的前面 正面和背後 都有這個 碎印 我剛才說過 就是撿住橄欖枝 還有後面的碎印 碎印是怎樣的 碎印就是 其實如果大家有1元美金 都可以拿出來看看 你說為改版 究竟之前的版是怎樣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盡量 把那些圖片 放在我們的Forum 我先口述給大家聽 其實碎印 或者美金的張 那個鷹 就有很大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的鷹 好像雞 我覺得好像雞 我覺得真的好像雞 不知為什麼 這個是早前的Great Sill 和早前美金的碎印 但是好像雞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比較上 少了一些霸氣 少了一些霸氣 而且畫得沒有那麼漂亮 還有簡單的 只有一個盾牌 然後拿著芝和葉 一路隨後過 1904年打後 就開始一路改版了 說到今時今日 當然資料顯示 原來改過 筆下都有4至5版 這個其實來說 我想上次也有說過 我和阿九 就是1元美金的前面 其實也有13顆星 13顆星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每一個星星都會有13 就是一個光明會的數字 當然它原本說是13個州 原本現在是13個州 現在很簡單 現在50個州 為什麼你不加50顆星去 哇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太看不清了 沒錯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那個Great Sale 和美金1元 隨著這個時間的流勢 或者隨著時間 一路一路長遠的話 他們的改版情況 都有4至5次 是嗎 是嗎 應該是 但我回來想知道 改版前前下後 有什麼大分別呢 大分別是沒有的 就是剛才我講過 那個Great Sale 那個鷹 整個造型 那個Late Out 就不大 即是不是 Exactly Upside Down 不是 Late Out 不大 最大的分別 就是那個Great Sale 和那個鷹 那個情況 有沒有什麼多了少了 多了少了 我就不發覺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 他們改來改去 都是用13 以及用了很多 神秘的數字 加上有很多 你知道1元下面 很多的古文 甚至是Hepro 其實究竟一班人 寫或設計 的一班人 究竟他用意 或者目的是什麼 這個可以大家 再去詳細去分析一下 阿狗 你有什麼 資料給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選舉以外 1元美金 那時候 經常都說是共濟會 共濟會 都掛名 括弧第一屆總統 都是 Wassington 都是 那錢 1元美金 當然是用回到會 那些人 然後叫他們 用回到會 我會是一定要用13 一定要用 低碼頭拍下去 好像一隻腳下頭 一隻腳下頭 總之我要那些東西 你要給我 全部放下去 你覺得有什麼 有什麼寓意 其實 就是他已經 控制了這個 新成立的國家 這個新成立的國家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就是 整個國家都是 他們派人 幫忙打回來 還在那些 是不是阿拉伯文 那些叫什麼文 我忘記了 那些都是寫著 New World Order 那些人 一開始已經 告訴你 他們其實是想推行這件事 那就是 以你的角度的理解 就是 一定是會推行 這個新世界秩序 所謂的 沒錯 或者是 甚至乎 他立國歌的時候 已經開始實行 新世界秩序 嗯 Christia 你怎麼看呢 如果你說到新世界秩序 其實也有些資料顯示 他們每一個總統 有很多個總統 其實都可能背後 是跟猶太人有些關係的 如果你看回整個脈絡 你會見到 其實他跟猶太復國主義 是有些關係的 現在說猶太復國主義 即是說 Sionism 其實 美國總統很多時候 反而只是一個傀儡 是讓他們借來用 在這個美國石 去達到那群猶太人 其實裏面想做到的事情 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Sionism的Logo 就好像什麼 以色列國旗 你們知道嗎 嗯 這個是民族代表 是的 即是說的是 大衛星 大衛星 即是六角星 或是六芒星 不過 Christiael 我們講開這些關係 又另外想起 原來也有一些歷史學家 過往四十三屆 他就追到的總統 原來也是跟一個 Blood Line有關 什麼Blood Line 又是聖天的Blood Line 又是不知為什麼 又是三十三個總統 即是四十三個裡面 有三十三個 都跟一個 在八百年的時候 一個羅馬的君主 有關 叫Pope Leo III 是一個羅馬的君主 可以追溯 還有這件事 我發覺 我們永遠都在講 新世界秩序 就是美國政府背後 一定有一群精英去操控 有些就是猶太人 有些就是Weptillion 但我發覺到原來 這個美國立國 即是說George Washington 我們叫他孤且 他就是第一位總統 因為大家都認同 他就是第一位總統 直到現在 今時今日 去到奧巴馬 其實四年一屆的總統 好像Christiel 他吃飯的時候 我們還沒開麥克風的時候 以前 可以連任三屆 兩屆而已 再之前是 之前是現在 之前三屆 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就是兩屆而已 但據聞 聽他們兩個聊天 現在奧巴馬 正在密謀 有一個法案 當他通過之後 可以倒閉 整個民主黨 其實已經在推動 希望可以 將第22條修正案 廢除它 22條修正案 就是說 任何只能夠連續 做兩屆的美國總統 如果你想再做一個 可以 你先退回來 再選過 怎樣退回來 我又不太明白 你正在做總統 你正在做總統 那段時間 已經開始選擇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你做了兩屆 即是你做了兩屆 就要停了 你做了兩屆 就要停了 然後隔了一個人 你就接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你的意思 譬如今年我做完了 譬如阿九 接下來就做總統 就做一屆 先做一屆 然後我再選贏 再選贏 又可以做 但就不能連續 不能選完兩次 連續做三屆 但他一想推翻這個法案之後 之前不是說 連續做三屆 他想推翻到無限 即是做到死為止 那變了 即是我狂選 我每四年選一次 一直都是選我 好害怕 其實挺不公平的 你知道 選舉美國總統的 campaign的分數 是很龐大的 你知道他們賣一個電視廣告 是用一兩百萬美金 去做一些production 和airtime 大家也知道 因為每個人都有背景 背景的時候 不是那些背景 每個人都有政黨背景 要不就是民主黨 要不就是共和黨 甚至背景令你根本不用付錢 都是補你的 沒錯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很有趣 就是如果這個法案 通過了的話 真的可以選到死 不是選 是可以做到死 你不停地選 但理論上你都不會輸 其實因為你有錢 對 其實那些錢 說真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 如果我現在正當總統 下一屆我就想選 那些錢 從哪裏來的呢 他不會瘋狂的 你做一個campaign 其實很貴 那些錢 譬如民主黨 會不會是民主黨給他 甚至是共和黨 會不會是共和黨給他 只是勝負 我們做funding 我們現在集資 他們會說做funding 我們是集資的 或者你支持我 你就捐助一下我 但你也知道 有陰謀 有利益的事情 如果我想繼續做總統 其實有以前 套魯門總統都試過 就是 咦 我沒有錢 但我要選總統 怎麼辦呢 你便答應某些人做到某些事 那他便會給你錢 令你成為總統 即是利益交換 完全是這回事 沒錯 那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 現在有一個所謂的不公平法案 因為始終來說 他們的憲制 美國的憲制 就是 尤其是這十幾二十年 其實都是選兩屆 兩屆之後 你就抱歉了 不可以再淋莊了 你便可以回家 但他們部署這個新法案 部署了四年 是嗎 他打算四年去完成這件事 其實他一二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部署了 所以 大家亦要看回這件事 究竟一班所謂的維威衛 總統都是維威衛 基本上是 因為很多事情 為何會這樣說呢 我可以講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 大家分享一下 又聊聊天 我跟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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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入了我們大家庭 我跟阿狗 很多時候都在說什麼 Black Project 和Black Budget Black Budget 有一個共通點 不是一個共通點 一個特性 就是 Black Budget 拿一塊錢出來 甚至乎 預算案 你也知道每一年 美國的Financial Year 有一塊錢 是給Black Budget 但問題 Black Budget 原來美國總統 都不知道是什麼 或者甚至乎 他們知道 美國 知道有Black Budget 但有多少錢 這些錢 用來做什麼 所以 無可奉告 不是無可奉告 給我們聽 是無可奉告 給總統聽 對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 其實聽到陰謀 背後就知道 這個叫Propaganda Propaganda 就是一個扯線公仔 永遠都是 究竟神秘組織背後 一班所謂的黑勢力 或者後面的精英 做什麼 有機會 其實美國總統都不知道 是不是阿狗 阿狗 你有很多資料 經常都揭來揭來揭去 對 我很喜歡你 你一提到美國總統的權限 我又喜歡去揭揭 我又找到一份 究竟美國裏面 他們的權限 那個保密級別 去到什麼 分享一下 我沒有這個資料 原來 真的被你說中 美國總統的級別 不是很高 勉勉強強 我看起來像中層管理 很可憐 只是Department Head 可以這樣說 因為總數有幾級的表 扼揭的問題上 我們之前提過 Majestic 12 那12個人 是最高級別的 沒錯 但是 原來美國總統 哎呀 在中間17左右 慘了 對呀 對上還有十幾個 你可想而知 總統跟你說 對呀 有些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 原來他真的不知道 真的 很嚴重 其實他不是說謊 他真的不知道 正如問Area 31 我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是啊 亦都有說過 我想 聽到陰謀會後 我之前也有說過 尤其是CIA 或者NSA 尤其是Edward Snowden 這件事爆了出來的話 嘩 聽完之後 你會覺得 蛤 這麼匪夷所思 什麼意思呢 譬如 現在Edward Snowden 在CIA有打眼光 他報告到一個老闆 但這個老闆 他脫退休之後 這個老闆 可以提供一個外面的人 去代替他的位 但是 他的信息資料 不會讓他接手 他的人去做 那他會怎樣做呢 他就會自己出去開一間公司 去做一個承辦商 繼續追蹤那個項目 對 繼續追蹤那個項目 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你看到 不是說 好像大公司那樣 你做CEO 你選擇了 另一個CEO便接你手 交了一些 即是Transaction Period 你手提供一些東西給他 這些是公司的做法 原來發覺 NSA有些部門 不是有些 其實是很大部份 就是說 原來那個阿頭離開之後 他在外面開了一間公司 那美國政府 就outsource給他們做 那這個 你想一下 那個人代替 A的公司 那個人 就好像傻仔一樣 他坐到來 對 他有一個TITLE 但是 你知不知道他做什麼 好像剛才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上班坐下的東西 沒錯 這個back budget 我想我也不花很多時間說 因為實在 太多back budget的東西 好 那麗麗之後 第一節差不多了 快活不知事日過 果然善三十晚 果然是開心很多 原來是 但我沒有全盒 不要緊 有勵士派就可以了 有勵士派 多謝你阿九 OK OK Anyway 好 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回來 我不知道 我想聽眾都很想 我們下一集的嘉賓 都會出一出聲 OK 好 我看看 想一想 我問一問他 叫他出一出聲 看看他對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什麼看法 OK 後來我們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又回來陰謀背後的第二節 今天連三十晚 我都覺得 雖然今天我們不是連三十晚 但感覺到 開心的氣氛 你看 狗狗有多開心 雖然他有少少抱揚 但也OK 所以大家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沒錯 絕對是 Cristielle當然 有位美女坐在你旁邊 你更加容光滿發 最怕你不要告訴我 就很傷心 這兩個美女 你們有兩個美女 有兩個美女 Anyway 剛才我講過 我們有一個嘉賓 為什麼嘉賓會上來今集會做節目 其實他不是做節目 只不過他想上來 看看我們如何錄法 那個速度 或者內容是說什麼 感受錄音的氣氛 因為下一集他就會過來做一個 剛才也講過一點點 關於藥 關於一些生產商 的陰謀 當然是關於藥 在這裏 不如出聲吧 Hailey 我是在這裏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點 因為你的咪 已經不是很大聲了 你知道 你的聲音又弱如絲 所以要大聲一點點 我已經推高了你了 在這裏 非常精神 今天要賣懶 賣懶 大聲一點 今天要勤力 健衡 健衡 賣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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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不知道 鬼仔 Anyway 所以Hailey很開心 今天上來 她下班 就馬上來 看看我們如何錄音 多謝你上來 Hailey 不用客氣 嘩 看她的聲音多漂亮 其實呢 今天這集 美國政府是美國總統的陰謀論 她又一般 但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可以講一些意見出來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美國政府都古古怪怪的 古古華華的 美國藥廠呢 更加古華 不說 不說 那瑞士藥廠呢 其實下去有幾間出名的 如果國家 美國 英國 瑞士 德國 這幾個國家的藥廠都比較壟斷了 這個世界的藥業 即中藥不計 哈哈哈哈 你不是說 嘗試在吃 水已經 是嗎 嘗試吃 那不要說了 待會說一下 你們兩個 剛才我跟阿狗幾慘 知道嗎 很開心 他們說 當時只有他們兩個說 我又無言 阿狗在玩電話 我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好了 進回題了 阿Hailey 你怎樣看美國總統的陰謀呢 其實有很多的 coincidences 或者有很多的大件事 叫做發生了 這麼多屆的總統 喂 現在多少屆 由第一屆開始到現在 摩巴馬第44屆 沒錯 那接下來呢 16還是17 16 45屆 45屆 你幹什麼 45屆 OK 沒辦法了 連三十晚 大家都開心心 不要聽到 有些可能是Auntie Uncle 聽什麼鬼陰謀背後 說一下 說死 不會 你放心 我們這幾天 都不會說死人 哈哈 不是 你講之前那些 師兄友 哈哈 哈哈 唉 真的 今天阿狗 不知道為什麼見到美女 就自然 反而男人就不自然 反而阿狗見到美女 就自然 阿狗不是只對 是靚仔 靚女 靚仔 可以的 上一次我們第五季第一集 阿Ken 即是共濟會的會員 嘩 嘩 怎樣啊 你靚仔靚女都瘦 OK 阿狗的眼睛 世人都喜歡靚東西的 你明白嗎 嗯 我以為她入夜入眼 不斷在那邊斬 哈哈 我以為她沒有東西 居然有 Anyway 我們入題了 否則被聽眾罵 怎麼看Hailey現在的 美國總統的陰謀 嗯 我經常都覺得她們選的 其實是 什麼人選出來的呢 不知道是否 其實是已經 assign 了 assign 了 已經是設定了 不是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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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是 但你一直說 不是選出來的 一直按喉 對 我害怕 如果不然 就聽不到你的聲音了 是 因為 是對的 因為始終我覺得 美國 藥業也好 或者一些重工也好 甚至乎現在的智能電話 甚至乎一些通訊的器材 甚至乎一些通訊的器材 很多東西都是其實在美國出來的 尤其是美國的快餐 汽水 這些全部都是美國的東西 而且都是一些比較不好的情況 我也是這樣說的 美國人 有些人不是那麼聰明 尤其是美國的公民 有些真的不是那麼聰明 好了 雖然是這樣說 剛才說過選舉的情況 誰選出來 其實 也有人做過研究 我們經常說 美國選舉 民主 先進制度 原來他們指引人 有50%不信 這個制度 50%不信 有50%不信 這個制度是真的公平的 還有 他們有85%的人 是相信 大家都只是耍手段 其實 其實在美國人心中 耍手段 可以選到美國總統 基本上是深入民心的 你贏了 你一定是做了些事情 我知道如果輸了 一定是對方出錯 但這些說法不是沒有根據 又真的被人找到一些例子出來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喬治布殊 當年他選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跟哥爾鬥 他其實在佛羅里達州 當時是輸的 但你知媒體很重要 心理學都說 你看到他多些 就覺得他好些 你自然會想選他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 我在媒體瘋狂播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也是一個洗腦計劃 其實某程度上是 但當時 基本上他本來要公平 即是每人至某些時間播放 在其中一段時間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 其實是播放哥爾的事情 這時候 接下來想選總統的結布寶薯 就打電話給一個人 就是Fox News裡面 決定在什麼時候播放誰 那為什麼會打給他 原來那個人 是他的cousin 有關係 可以打電話 有人在裡面 當然容易做很多 打電話 一下子 自己所有歌爾的事情 就被人撤走 是 瘋狂地播出報徐的事情 是 那你就看到 那個投票率 即時倒轉了 是 成功地 就令到多於人頭 報徐 其實我覺得 有點流流地 我覺得很奇怪 一個事情 就是 那個次數 報得這麼多的話 就 直接選情 完全是upside down 很簡單 例如你做選舉 你自己本身心中 已經有一個去向 或一個意向 投票過我 那些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你有沒有可能說 一兩個commercial 或者真是一個brain watch 或者保持著 你有沒有說錯 當手段 一不然我完全做到 我要做事的時候 不然我還有第二個手段 其實佛羅里達州投票的時候 當年這個投票方法 是Azaiya給了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 就叫Databatech 這個技術公司是做什麼呢 就是負責電子選票 你要投票 你要登記 你要檢查我對你的身份證 對 你是這個州的人 我給你投票 沒錯 好 我就不給你投 怎麼玩呢 那個玩法就是 噢 打不住那部機器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的 就不給你投 如果你的名字 和美國其中一個重犯 的姓氏 是一樣的 你就整家人投不了了 嗯 結果呢 就出現了什麼情況 就是大量的人投不了票 那 你 投不了票是因為 他們被人隱蔽 引好 隱蔽了做重犯 美國重犯是投不了票的 是 因為這個系統的出錯 大量的人就不能夠投票了 OK 造成的問題是 其實那些人有很多是 歌爾的支持者 噢 他們之後是 成功地表達他們的意向 但是這樣喔 到底那個選票是怎樣計算呢 你要找人定斷的 他們真的找了一些人來定斷 他們找了一些人裏面 大部份都是共和黨人來的 然後他們一致決定 噢 新計那些不計 我們決定stop了voting 之前那些我們就當是 後面那些我們就不算了 如果你真的計算所有的票數 歌爾其實在那個州份是贏的 但是結果就是因為他在中間已經stop了 結果喬治布殊就在那個州份上 拿到那些選舉人票了 嘩 好陰謀喔 是啊 他那個一個州而已 我聽過 其實因為 是突然間在2000年的時候 轉了做電視選票 再更陰謀一點 那些人就說 不是 其實你進去 就算你按什麼都好 我都是投了一個 都是給布殊的 不是吧 真的很誇張 這件事 如果聽眾聽完之後 嘩 那些選來做什麼 都來定了 是啊 而且他已經變了電子化 沒有了 paper record 他們按過按鈕 就可以改到 還有沒有人知道 你投了一個什麼票 又沒有得點票 是啊 他立刻就說 總之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人投了 系統說是這麼多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 我來聊聊天 我想問一下Hailey 你怎麼看 其實現在 他選舉州長 甚至乎現在做一個 所謂的全民投票 有些國家 我想Crystal也知道 就是 斬頭斬尾 因為小弟 你也知道 讀STAT 其實STAT 一定做sampling 基本上 Datamining 跟STAT 就像炮雪包一樣 又不一樣 Datamining 就是越多 Data就越好 Accuracy 越高 但是 不要以為sampling 做sampling的Accuracy 不高 記住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 valid的finding 其實 一定要97%以上 我們才會選擇的 這個solution 這個就不是做 只是sampling 會不會不行 其實就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來這些國家 發覺斬頭斬尾 就是 18歲以下 當然很多國家 18歲以下 都不准投票 但是問題是 這些國家很有趣 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 在說什麼呢 就是25歲以上 至45歲 甚至乎50歲 50歲以上 那些 就不准投票 南美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你看看 已經完全知道 投票的趨向 會是怎樣 已經很聰明了 做書 那些人完全 我已經計算出來了 Exactly 你不需要numeric 甚至乎不需要stat 你看回整個pattern 我完全知道你要什麼 我就寫我正剛 我做不做另一回事 Exactly 你覺得很對 很簡單 勞動人口 等於我們所謂的中產 要什麼 我就要對於 打擊 client 真的 對於打擊 client 寫正剛 甚至乎我在 我的 airtime commercial 甚至乎廣告 哪一份報紙 哪個media 我已經全部 都知道你的 所謂的 behavior 所以 基本上 現在 選舉的時候 都是用了很多 一些 scientific的事情 去做 但是 反過來 聽阿久彤 跟Christiel這樣說 選了就等於沒有選 是嗎 做樣子 可能有用 就是 我預知這個選區 可能我贏不了 先拿手腳 其實是奇怪的 其實每年選舉 你都知道 共和黨 共和黨的票倉 民主黨 亦都民主黨有 其實50個州 我想大家都叫做 55 甚至乎 5.5 4.5 或者6 4 很多時候 民主黨 和共和黨 他們 這麼多年 都是一樣 等於台灣 一樣 都是角力 兩大政黨 其他政黨 都是有點 廢地 沒錯 泰國 也是一樣 蜜君蜜君 顏色君 不要說 這裏 因為我們都不說政治 所以 很多時候 大家知道 原來 選舉的美國總統 有這麼多舞弊 狗你有沒有什麼資料 可以再補充 我看到你 寫了很多東西 少少 謝謝 其實你的手寫 都很漂亮 今天很有趣 今天有人問我 拿我的筆跡 不知道為什麼 Anyway 我想和你 可以追求你 你不是說 我現在都可以收到 不明耐力的電話 但不是 這個是我朋友 好 你又不知道 他是不是CIA派你 無緣無故要拿人筆跡才行 我沒有 莫了你很久 不是 一早就埋你身 真的 這麼嚴重 當然 好 糟了 你的朋友會不會聽到 OK 你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 沒有 因為剛才不是說 其實選什麼 都是做出來的 就正如 連兩個出來選的候選人 很多時候 人們都認為 這些只是 螢幕前面的演員 整班都是戲子 沒錯 那導演是誰 嘩 我們經常說那個 有什麼 背後的秘密組織 其實很多 除了秘密組織的話 我一直在說 Bill Gates Foundati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甚至乎Goldman Saga 財金的投行 很多時候 財金有財金的 所謂的Monopoly 藥廠也是 食品也是 政府也是 其實很多事情 不要說我講 我想很多人聽完陰謀背後 Adam也有收到很多的訊息 什麼呢 就是事都說 Adam 為什麼你每次都在說什麼 什麼都是美國出來的 究竟有沒有什麼 不是美國出來的 阿九跟我拍檔了兩年多 Christia Sun加入 你覺得是不是全部 我先問了Christia 你覺得是不是全部的 都是 我想穿了百分之七十 至八十 都是美國出來的 這樣說 其實周圍都有陰謀 周圍都有利益 為什麼經常說美國呢 就是美國現在實在是 一個太有用的工具 我借助美國現在有的角力 有的科技 我可以達到的效果是大很多的 所以為什麼這些東西 好像全部都會出自美國呢 就是 我要去中東 我又可以靠美國 我要去管世界 很多時候 用美國就可以了 很自然地就在美國出這些東西 我想問一下你 之前我問阿九的時候 我們off mic的時候 Christia你跟我說過 一些巴勒斯坦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 美國人 跟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 究竟千絲萬勒的關係是什麼 之前我問阿九 阿九都在等著回答我 但我也想說 Christia你可不可以分析給大家聽 你也知道 大家都明白的了 現在的局勢 局勢就是 很多人說 以色列就似著美國大佬 撐腰 不起我的看法是倒轉的 對 就是赫巴勒斯坦 你也知道很多的屠殺 是吧 以巴的衝突 大家都知道 三四十年都是這樣的 待會又說停戰 停戰之後又飛去飛彈下去 然後又開始打過 基本上是沒完沒了 但反過來 Christia的看法 不是美國撐腰 是以色列拉美國下水 基本上是以色列利用美國 所以你說 只是某幾個家族利用了美國 為什麼呢 其實 很厲害 他們的計劃 我真的自愧不如 很厲害 其實由羅斯福總統開始 已經在做這件事 你知道 他在二戰時期做總統 沒錯 你會發現 其實再之前的時候 我們二戰最留意的是 就是猶太人被人殺了很多 沒錯 但是再之前的時候 其實在什麼國家 是最多猶太人 繼續有復國主義的地方 就是德國 你知道其實本來 德國有很多猶太人 還要壟斷他們的民生 大問題你也知道 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怎麼對這些猶太人 絕對是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就是因為 開始德國人自己發現 不行 我被另一個民族壟斷了 我的經濟民生 說不行 我們要反抗 希特拉就出現了 開始有反猶太的文化 大問題是 日耳曼民族有一個特性 特性是什麼呢 他覺得他自己的民族 是他優良傳統的民族 沒錯 他覺得 他是一個 好像美國佬所說 我是Caucasian Caucasian的特性是什麼 我和你們的黃種人 是有分別的 我們是高高在上 但反過來 白種和白種人之間 亦都有一個鬥爭 沒錯 就是他覺得 你也知道 我們國內 甚至我們黃種人 看猶太 和德國人 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鬼佬 哈哈哈哈 可能他們自己也懂得看 等於我有時 我都懂得看 例如法國人 和美國人 和英國人 都有些分別 但問題就是 剛才我說過 日耳曼民族 他們覺得他是一個優良的民族 絕對不會想自己被人壓制 好了 要反抗 即是開始對付猶太人 沒錯 那怎麼辦呢 其實在之前 猶太人 你知道 很多的媒體 基本上都是猶太人握手 沒錯 他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其實在之前 德國仍然對猶太人很好的時候 所有在美國媒體都是稱讚德國 但是一開始反抗之後 就開始用這個媒體 營造德國是邪惡的 開始希望想進入戰爭 其實有些資料顯示 羅斯福總統 其實因為 又是答應了某些猶太人 利益輸送的關係 結果就是要想盡辦法 令到美國的影響力 進入中東 其中一條路徑是什麼 就是打仗 因為當時中東地區 所有的權力 基本上就是受制於歐洲 特別是巴勒斯坦地區 以及德國 是很朋友的 原因是什麼 就是大家一起反遊 沒錯 在他在我的地方搞這麼多民生 而你們在伊斯蘭搞 又覺得他們不對 那我們一起反遊 我們合作 所以他們是很朋友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希望可以達到目的 於是希望利用美國 滲入一個勢力下去 可以控制到中東地區 要這樣做 很簡單 就是打仗就可以了 反正異戰 當時德國已經和我的地方 已經宣戰了 只要我砌下了德國 美國的勢力 就可以經歷歐洲 影響到中東 但其實德國人 真的挺厲害的 他也想盡辦法 不跟美國開戰 美國做什麼 是挑釁他的 他就縮 他就不跟你打 好了 真的很厲害 但是 很壞不壞 衰在什麼呢 他跟日本簽了一條條約 嗯 我自己說什麼 簽的條約 就是很嚴重的 就是 如果日本或者德國 其中一個國家 有第三方國家 向其中一個國家宣戰 另外一個國家 會自動向第三方國家宣戰 好了 咦 我挑釁這個德國 德國不肯和我打 大家一起攬炒 好了 我就只好挑釁一下日本 他們做了什麼呢 其實本來 你知道日本是一個賭國 你要做這麼多 資源有限 始終你不像中國那樣地帶脈搏 那你做槍炮 中國做槍炮 人家店都多過你吧 那不夠了用 那怎樣呢 買吧 當時他們其中一個 扣入點在哪裏呢 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當時還有聲稱中立 這個時候 美國就我剪掉它 我不讓日本買任何鋼鐵的東西 所有資源都剪掉你 我不讓你買了 那就出事了 那日本就說 豈有此 你這樣 讓我把你炸 於是就出現了珍珠港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 很多資料已經顯示出 其實美國早就知道你會炸珍珠港 基本上等你來炸我 Yes 你炸我 Yeah 我宣戰 一宣戰就可以打德國了 於是就踩進去 大家都知道戰爭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德國和日本都輸了 這個時候 美國戰勝國 其中有開會 有幾個德國人 說出來是很頂癮的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他們開會 討論怎樣分德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贏了之後 其實是可以分地 列國去佔領德國 以前佔領的地方 以及本土 那幾個猶太人 原來都是佛國主義的人 我們什麼都不要 我要個巴勒斯坦 為什麼他們這麼堅持 我想問 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巴勒斯坦 真的一見鍾情 或者真的有一些東西 其實因為 猶太復國主義 這群人 其實是很傳統的猶太人 傳統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 上帝 根據舊約聖經 就declare 畫了一些地界 就說那些地界 真的畫了一些地界 是真的有寫的 是哪裏去到哪裏 由哪裏去到哪裏 就是 由東至西 哪裏去到哪裏 南至北 哪裏去到哪裏 畫了街 就說那裏是分給以色列人的 就說 這裏是以色列的固有領土 所以 你們現在佔領了它 我要佛國 我要佔領你們土地 想盡辦法拿巴勒斯坦 其實你很厲害 他借用了美國的勢力 進入了中東 但這件事還沒完 那好吧 我拿回地 我也要佛國 跟周圍打仗 六日戰爭之後 就打贏了 好了 他那時就說 我們現在佛國 The State of Israel 你知不知道 是哪個國家第一個承認他 美國 正正就是美國 那為什麼呢 那時候承認他 做第一個國家是誰 就是杜魯門總統 為什麼呢 原來當年杜魯門要選總統 就沒有錢 但聯合國都好像和應 沒錯 亦都因為杜魯門總統 對 因為在美國的時候 道魯門總統要選總統的時候 沒有錢 那些復國主義的人就想 不要緊 你也要選總統 要籌棋 你籌棋 我給你 我多的事 那你就知道 那個結果就會是 那桌底 桌面的結果就是 他呢 當時的晚上十二點鐘 那麼 以色列人就說 我們復國了 十一分鐘之後 美國總統已經 承認他們是一個新的國家 哇 快的那麼緊要 厲害了 快過什麼呢 快過那個時候 東西德的柏林圍牆 我告訴你 賊也有 這個 十一分鐘 你也知道 其實美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有多大 特別是那個時候 現在其實已經分薄了 因為你知道 俄羅斯和中國會頂撞他 絕對 但是當時不是這樣 中國 那時候不成氣候 於是 美國就可以利用當時的影響力 控制 迫使 迫使 迫使聯合國 就贊成 猶太人 是復了國的 以色列國就重申成 所以當他們說 其實美國是幫助以色列 其實回到後 是否其實每一些美國總統 可能他背後 都是一些猶太人 有些funding給他 那就是要幫助以色列 猶太人 我很肯定 大家都清楚了 做生意真的頂呱呱呱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但是最慘的一件事 這個民族又懂得做生意 又有錢 頭腦又靈活 說真的 難怪 希特拉 你知道希特拉是一個老謀心算 有多厲害的一個戰略家 其實基本上是 我想是爭到猶太人死 如果不是 不會真的 搞到這麼多的猶太人死 雖然他殺了很多人 實貌程度上他都幾慘 因為他也是中了伏的 因為當年 他和波蘭打算簽約的時候 也是猶太人從中作 令到他簽不到約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陰謀 美國總統真的有很多陰謀 大家聽眾 剛才開播的時候說 只有兩個總統不是共濟會的會員 一個就是Lincoln 一個就是JFK 兩個都如此 沒錯 究竟這兩個總統不是共濟會的會員 這是一個相似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有幾多樣是相同的東西 聽完之後 可能有機會聽眾 有機會聽過的 因為我忘記了哪集 究竟是哪集我們說過 哪集 我都忘記了哪集 基本上 我記得有一集我們說過 一個所謂的大家的相似 林肯和約翰甘賴迪 我就不知道哪集了 隨便 因為現在都九十幾集 我突然不覺不覺 真的不覺不覺 說一下說一下 原來有這麼多陰謀 我真的很害怕 剛才九十幾集 那個語言好像吐 我怕他不是說他想吐 是否被塞 我被塞 嚇到我以為他想吐 所以今次我們要故意去想一想 究竟我們要鋪排怎樣去講 美國總統的陰謀論 你講完之後 我們講很多美國總統 喬絕布殊我們還沒講 大布殊還沒講 小布殊還沒講 小小布殊還沒講 小小布殊還沒講 這個黑馬 可以這樣說 真的非常對 黑馬這件事 究竟這個黑馬 能不能夠跑得出呢 或者甚至乎 剛才我第一節 我和Christelle 都有講過 奧巴馬現在 力爭這件事 就是一個法案通過 法案通過 就是剛才也講過 令到總統 可以不只是兩屆 三屆 四屆 無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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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狗真是 連三屆特別精靈 雖然他抱仰 很可愛 阿狗 Anyway 第二節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輕鬆一下 今晚不要說 那麼重厚味 我們都是那句 連三屆 玩了所有的人 玩完之後會連吹一聽 聽著來過年 我也想問一下 不如這樣 我們不要說是遊戲 如果聽眾 聽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們真的 連三十晚 初一 初二 在我的Facebook 或者陰謀報行 的Facebook 留言 我覺得 會不會 你始終知道 我們的節目 真的重厚味 是陰謀 我們今天已經很盡量 不重厚味 很多時候醒 應該不重厚味 希望大家都有個開開心心的 一個救力新年 大家找多一點 甚至乎阿狗 最重要的是什麼 身體健康 沒錯 好像我們就下班一樣 還有的 還有的 第二節的時間 真的差不多了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一節 第四節 公會完收聽 第三節 第四節 我會講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情 還有 剛才我講過 究竟是 Lincoln 和GFK 有什麼的共通點 好嗎 好 讓我兩個拍檔 和我的嘉賓 先休息一休息 待會回來 再繼續陰謀背後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跟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又回到陰謀背後的第三節 剛才 Christielle 和阿狗 都分享了 他自己對 美國總統的陰謀論的看法 但我呢 剛才有講過 之前的節目 也有講過 這個 Lincoln 林肯 和 JFK 約翰 金賴迪 那個所謂的 究竟 他們無毒 有什麼 是 剛好 有的 大家去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林肯 就是1860年 做總統的 OK 若害金賴迪 就在1960年 那就是60年 即60 那些人就覺得 那也是 一般 而已 剛好 只有這麼巧 都說過 Sumerity 他們兩個不是共仔會的會員 他們兩個被人刺殺 刺殺 當日 都是星期五 兩個總統 他刺殺的位置 都是在頭頂 然後 我想阿九 都是記憶猶身 林肯的秘書 叫做金賴迪 金賴迪的秘書 叫做林肯 我想你應該記得這件事 好 然後 兩個總統 都是被美國的南方 即Selfand Part 的美國人 去刺殺死的 林肯的繼任人 就是 生於1808年 金賴迪的繼任人 又是生於1908元 整整100年 剛才都說過 他們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又是 真的100年 又是爭 所以 很多東西 就是無毒有偶 因為很多 基本上 其實 全部的東西 又是真的有沒有一個 所謂的千絲萬流的關係 或者是否會不會有無毒有偶 你覺得 這件事很難說 說得很圓 為何好像輪迴 輪迴 即是李師 會不會是JFK 是 前生就是 林肯 那麼慘 死兩次 還要死得差不多 什麼差不多 就是一樣 不是差不多 這些東西很相似 是嗎 是嗎 兩個那條 命運都好像差不多 兩個那條 命運 OK 都是差不多 沒錯 OK 為何你不斷笑 我看你笑 我就又笑 開心 因為我看你笑 我也笑 都是這樣說 現在是年三晚 大家開心點 想念開心點 當然 我都說 聽眾可能是初一或初二 聽我們的 陰謀背後 有阿狗在那裡 陰謀背後 生息不少 哪種認識 我沒有說過 你最好認識 重認識 是不是 高興 高興 當然 果然是阿狗本認識 OK Very Good 好 所以這兩個無獨有偶的兩位總統 如果大家在網上去看一看 你會知道 為何會有這麼多巧合 說真的 一兩個巧合 我覺得 怎麼撞也撞到 有機會 但問題就是 剛才我說的 全部都是巧合 究竟是否真的 計劃了 有時候這樣說 光明卡也有說過 這件事 計劃了 甚至乎 真的一群人 去造就 一些所謂的美國總統 剛剛第二支也有說過 美國總統的權力 多不多 大家都清楚 高不高也大家都清楚 等於我講的 Black Project Black Budget 基本上 美國總統完全都不知道 有些回事 還有一件事 美國總統的位置 甚至乎他們的權力 真的去到哪裏 我上次也有說過 我剛才上一節 也有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當如果有一個 即是使CIA 或NSA做的人 離開了他的話 離開了政府 他自己去 立門戶 開一間新公司 就把他的工作 全部 立了給自己 所以基本上他的成員 成員 成員 即是繼任人 來到之後 真是愚蠢蠢 什麼都不知道 之前什麼project 做了什麼 可能是零 零至是他自己要摸索 是嗎 Christia 然後繼任人 自己又設立一個新的project 繼續玩這個遊戲 是的 這裡想告訴大家 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 美國有這麼多的project 例如Monage Program Project Paperclip 總之全部很多的project 很多的project 是不是他們自己政府自己做的 我覺得有一點保留 究竟他們是outsource了出去 還是各樣東西 Hailey 你怎麼看 其實你覺得 這麼多個project 或者這麼多屆的總統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有一點點陰謀論 其實在你的角度來說 沒有 我經常都覺得 好像會不會 那些project 是不是收錢 那些project當然要收錢 是不是 做完這些project 那些錢從哪裡來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是嗎 你們有沒有深究過 怎樣來呢 其實Black Budget是說的是什麼 就是每一年的美國的預算案 是嗎 譬如它公佈的 可能是五千億這樣算 當一下 可能其實遠遠超過的數目 當五千億的 其實它已經暗瓦底 拿了一千億 駁到Black Budget上 即你們眼見的就是五千億 可能是國防 甚至乎整個政府的開支 但是它裏面那些錢 去做一些所謂的Black Project 就是Black Budget的話 其實你遠遠超乎你的想像 我反而好奇另一件事 當它們全部都可以變成商人 然後外換出去做 他們本來做開的project 到底最後研究結果 我申請到哪裡 嘩 這個很奇怪 大家也知道 要做一個預算案 他一定要過什麼 過treasery 不用說了 然後之後 就被國會通過 美國的國會也要通過 通過完之後 開始撥款 其實他們一班人 撥款這班人 甚至乎要通過這班人 究竟他們知不知道 有Black Budget 我覺得是會知道的 但是 知道多少錢 這個我又覺得 又有少少保留 其實你們覺得嗎 那就是看美國總統的權限去到哪裡 那你自己看呢 他能夠知道哪裡 你自己分析呢 我只知道 做總統 可以因利成變 喜歡哪裏有大殺雙力武器 都可以 可能都不是去說的 不是 但是他連帶關係找不少 我看法 原來當年 找大殺雙力武器 找不到 但是他也有跟別人說過一句 誰是總統 我常見 小布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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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Don't confuse the people with the truth 總之他們 你們在電視機聽 就只有一個口徑 為什麼呢 因為經常都說 雖然說有共和 民主兩黨 但是通常都口徑一致 那怎麼看得出來呢 就說當年 未有兩個葫蘆會 記不記得 Bush和Carrie 兩個葫蘆會 大家都 都是這樣選的 當然是Bush贏了 小布殊 但是 話說原來 那些人trace Carrie之後的投票意向 原來都是支持她的 其實選誰都沒有所謂 他們都是那條 那個鼻孔出氣 鼻孔出氣 沒錯 其中通過了一個法案 就說 要讓有錢人 給少些稅 除開上來 嘩 能夠受益的 其實 1.3 trillion 即是多少億 嘩 這麼多個億 1.3 trillion 應該是13000億 對 怎樣分呢 原來只不過分了給 4300個有錢的family 如果計算 另外那些 只剩下那些 每人的working class 有多少呢 可以說是slave 三四百元 大家代少少 大家都有少少代 好過我 對 另外 我說 為何他們 真是很恩利成變 畫壞 他們有殺生 原來 阿切尼阿虎總統 有一間公司 叫做 Kilibertine Corporation 原來 炸了別人 扔掉別人的油 之後 爛容容 當然要重建 幫你建 對 重建 美國就說 我幫你建 我幫你建 我選擇 就選他那間 左袋和右袋 大家都很開心 都不僅 原來 阿魯博士 雖然退走 有馬就總統 但是 他自己原來 都是一間 軍事承辦商 大公司的老闆 當然 我們之前 也有說過 蜜水蜜水 那些 都是外判承辦商 還說黑水 蜜水蜜水 你說得像是人 蜜水 蜜水有誰 黑水 想知道大家有聽回那集 是 黑水陰謀 其實不單止這間 原來 阿魯博士 也有一間 當然 阿魯博士 我聽說 阿魯博士 都是做很多這些 contract 都是contractor 所以 你就說 阿仔 耕田 現在 阿爸 就享福 是不是 是不是 出去打一打 嘩 多開心 然後這個袋裡 又裝了不少錢 沒錯 所以 阿狗 說的就是 私相授受 剛才跟我講的一樣 就是一些所謂的高官 快了 不是快了 Retire 或者真的 走了 自己開一間公司 接回所有工作 其實大家都是為威威 去做這件事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這也是商業的決策 或者商業的模式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但是你要記住 各位聽眾 其實 整班人 這樣做的話 第一 很black box 很黑箱作業 之餘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的所謂 阿狗 說的 偽民 究竟知道多少 尤其是美國人 或者美國政府的高層 甚至背後的 所謂的黑勢力 我們叫精英 究竟這班人做了什麼 我想說一說 大布殊 因為大布殊 其實 他跟很多 叫做千絲萬樓 例如剛才 九華齋 以前當時的副總統 阿切尼 Dick Chidney 還有一些 譬如哥爾 甚至乎 賴盜 我會在我們的forum 除了跟歐巴馬 一定有關係 林肯 其實也有淵源 但最奇怪的是 他竟然跟 Princess Diana 也有關係 再加上 就是跟 Selene Dion 麥當娜 已經跟演藝界有關係 是嗎 我覺得 炒一碟 炒一碟 一家親 不是我講的 我現在是體圖講的 還有 Brad Pitt Mary Lynn Monroe 這些比較知名的 所謂的演藝界的人士 Tom Hanks也有份 你要看一下 Tom Hanks 是很喜歡 批評 不是批評 即是給政界的意見 是 所以你也知道 當然是香港一樣 香港也有些藝人 現在都 很勇於發表 想入政壇 什麼勇於發表 是 他簡直說了 選立法會 明白明白 很厲害 始終也是那一句 為何 Busch這個家族 其實 我們一直都在說 光明會 光明會也不要說 就是說 布殊家族 布殊家族 布殊家族是 Skull and Bones Skull and Bones Skull and Bones 又說太公那代 真的太公那代 你說得對 Skull and Bones 入會的 Minimum Requirement 在哪間大學畢業 有 對 野老大學 你真是 傻 我真不知道多正常 你們這樣說 我會嚇我 其實基本上 有些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真的 我很想用一些 很開心 很輕鬆的手法 跟大家說一集 布殊總統 大家也知道 和Skull and Bones 就真的 扯上不解之縣 其實他們 整班人 都用了 一些他們的 所謂的勢力 上了政壇 上了政壇之餘 其實 有一些影片 亦都拍過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這些拜白色的貓頭鷹 我之前有時都說過 Alex Jones 他們也冒險 去拜白色的貓頭鷹 不是他 他去偷拍 有一些神秘組織 去拜白色的貓頭鷹 所以 在布殊總統的年代 甚至小布殊也好 他們也是有一個 除了政壇有影響力之外 他們 大布殊一定下台 現在小布殊也下台 但是 仍然在政壇也好 甚至乎 在一些神秘組織也好 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為什麼呢 我記得有一個面對 那時候 那個主持 問了 小布殊 問他 你其實 是不是一些神秘組織的成員 他就說 沒有這樣的事情 哪有什麼神秘組織 完全沒有 副總統 我忘記了誰 我忘記了哥爾 還是徹利 都是問過 同一個問題 他就說 沒有 沒有這件事 都是你們自己做了一些討論出來 其實沒有這件事 他的答案很奇怪 他就不是說很直 認為沒有 但是他言下之意 就說你們想多了 其實是 真的不是那麼多 好了 阿九 你有做了什麼分享給大家 沒有啊 你數著早中的時候 我就醒起來 其實是 太公 Bus Perscott Perscott 話說 都跟納粹 特棍都很有閻緣 之前你也有說過 原來 當年他還是做銀行員的時候 都經營過他們 跟著 又是千絲萬鈕 有啦 那些公司 又說在 Brown Brothersern Herryman BBH 這間公司 我怕我讀錯 BBH一定不會讀錯 跟德國的工業家 又有關係 這間公司 這間叫做 德文 怕不知道什麼 Tyson 叫Fries Tyson 希望我沒有讀錯 德文 大家當聽一下 就說 其實 應該是這樣讀 應該是這樣讀 我猜是德文 誰是文 你還不知道 德文 德國 但是我當英文 噴不定 不是噴 不是噴 沒錯 講一下 上面有兩點 這個不好 其實在三十年代的時候 就是Finance 希特拉 令到她 慢慢爬升 給她一些錢 Finance support 然後 希特拉 很喜歡抓人入 那些 集中營 集中贏 什麼 下令 FEMA 第二間 忘記了 FEMA 我們說過 沒錯 抓了她進去 叫她們勞動 做什麼呢 原來其中 有一間 叫做 Consolidated Selecian Seal Company 就是那些 鋼廠 叫她們做苦工 簡單說 是不是 又跟她們 祖宗有關 是的 因為 加上她自己本身是Banker 而且還有很多千絲萬鈕 跨國企業的 那些叫做 On Board 即是一些 叫做 On Board 即是 那些叫什麼 董事局的成員 O Board of Director 幫她 將那些資金 由漂黑漂白 運來運去 即是提供資金 漂白我聽過而已 漂黑 對 變成要賠償 都看不出來 對 對 我漂白我聽過她花錢而已 漂黑 這麼奇怪 即是給她賣 噢 我以為她們上腦 漂黑、漂白都不知道她怎樣 基本上 這樣 即是跟那間鋼廠有關 所以 當打仗很久很久之後 其實都有一些在集中營 出來的那些人 試過想告布殊家族 但是當然 告不到 即是 那些總統 推翻了 不幫她 不要不要 我們都是美國的利益 我們不要搞這些 英文怎麼說 英文怎麼說 先事相仇仇仇 因為她明知道 現在告布殊家族 告你泰公 你上身 你便幫她 不要告你 大家 識事靈人 按下就算了 當然她便說 不是不是不是 你才按下就算是怎樣 按下這個案子 即是說 滅聲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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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美國 我們都不要追究了 這樣 對 反過來 阿狗分享了她 很有趣的看法 關於這件事 我覺得 奧巴馬上任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質疑她的身份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奧巴馬就不是一個公民 外星人 不是 不要說你紅衣困 我知道阿狗你想說這件事 就是 奧巴馬有一次不知道去埃及還是什麼 就指著那個像 咦 那個樣子很像我 好像 你是否想說這件事 是 OK 阿狗很有趣 記得有這件事發生 但我不是這樣說這件事 這個就是 奧巴馬上任的時候 真的不久 已經開始有人去攻擊她 攻擊她是什麼 攻擊她美國公民的身份 就是 譬如 有些人在說她 她的爸爸是誰 又追訪她的爸爸 她媽媽是誰 其實她不是 她是非洲人 就是 肯亞出生 肯亞出生 肯亞出生的人 是不是 為什麼她可以做到我們總統 她好像拿了一張出生紙出來 是的 有人 我不知道是造假還是什麼 就投訴她的出生紙 他也不是美國公民 甚至不知怎樣也好 他不適合做美國總統 這些當然是一些政治的打壓 但反過來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 在奧巴馬的年代 大家都知道 譬如布殊的年代 就是911發生 2001年的時候 他去了幼稚園 我很記得的記憶猶生 他探幼稚園的時候 911發生了 在幼稚園發表了一些 Urgent news Breaking news 就是叫國民冷靜 我們會處理 那樣東西 但我想說的 就不是Busch 我就是說 是撤離 你知道撤離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不是現象 就是 你知不知道 發生911之後 這個副總統 竟然是不見了 是啊 他躲起來了 是啊 你知不知道躲起來了 放空洞 哈哈 哈哈 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 就是他躲起來了 在Area 51 有一個傳言 什麼呢 就去了綿恩州 為什麼去綿恩州 就是因為 我想 剛才我都說過 Area 51 那一集 我都說過 其實Area 51 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看到 全部東西已經去了兩個州 一個是猶他州 一個是猶他州 一個是綿恩州 這兩個州 究竟有什麼呢 大家可以在網上去分享 但我想說的 就不是這件事 我想說的是 其實撤離 現在退了下來 原來他跟NSA 和AACIA 都有很大的關係之餘 其實他的軍情是在握的 軍情在握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很多國家 就說我退了下來 但是什麼 三軍司令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講什麼 明白 你知道我講什麼國家 即是退了下來 但是掌握的軍權也是他的 其實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很多人在想 為什麼在2001年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副總統去了哪裡 他就說 不知去了一個地方 但是反過來 被傳媒撥爆他 他就沒有在那個地方出現過 很多人在陰謀論界 但是也有說過 就是他去了一個 所謂 好像剛才的Christia 或者是哪個防空洞的地方 所以這個 很多的 叫做美國的總統 很多一些古靈清潔 所以當時有一個傳言 實權是否在副總統 總統真的站出來 焰幕 沒錯 有些人也是這樣說過 實權在副總統 但是那個所謂的 影子政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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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奧巴馬 也有人提供他 究竟是否基督徒 是啊 是呀 他在支持 過來看看 分享一下 他不知為什麼 經常引用基督徒 這個很熟聖經 你引用的時候 很像用聖經來講 但你很容易看到 有些人 就特地把他平時的演說 撞出來 他不停地跟你講 The Holy Koran Teach Us That 你說得好一點 Holy 什麼 The Holy Koran Teach Us That 什麼 什麼 引用了很多 可蘭經 可蘭經 有聖經 不看 看可蘭經 是的 是的 還有一件事 跪跪滑滑 我們時也在說一件事 就是奧巴馬有時外訪 其實他們都會去探討一些 其實是一些恐怖組織的領袖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件事 記得我們在talkshow的時候 我也有說過 一些所謂的恐怖組織 尤其是亞爾蓋達 伊斯蘭國那時沒有太熱 我們也是在說亞爾蓋達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還有沒有東西分享 阿狗想說話 被Christia截著你 你有什麼分享 沒有 即是說她 原來以前小時候讀書 那間學校是伊斯蘭學校 所以為什麼說 她有這樣的影響 但也有人說 不是那間 哪是這些普通學校 大集會 什麼教都有人信 你們想多了 就是這樣 OK 非常之好 這個所謂總統 陰謀 真的是滿天飛 什麼滿天飛 就是剛才我說過 由George Washington 開始去到Bush In between it 都很多 譬如好像水門事件 都很大件事 金賴迪 不用說 林肯死了 其實譬如羅斯福 甚至乎 杜魯門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顯赤 很刺激的一些總統 這些陰謀 為何是陰謀 Adams 也在說這件事 就是究竟這班總統 剛才我兩位拍檔也有說過 一件事 就是究竟她的政權 在哪個手上呢 她站出來 這個人是否真的知道很多事情 即是說這支 美國是超級大國 其實基本上是世界警察 大家也知道 科技在她那裏 財金也在她那裏 雖然大家也知道 美國在財經方面 因為世大國世大了 記得我們第一次聚集 忘記跟大家說 要多謝我們的會員 待會再多謝一下 我覺得有些事情 太忙了 最近不好意思 因為小弟 都可以說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也有一個show 我們有一個show 日子我不想說 我們現在在籌備中 跟上次那兩次完全不同 有些什麼的話 我先說一下關子 這裡我也想多謝一些 我們的聽助會員 因為上次我們在上個月 即是說在一月的時間 我們也做了一個第一次 陰謀會館的聚集會 真的很開心 有七十幾八十人 來到我們的gathering 也分享了我們很多的看法 對陰謀論 他們也很勇敢地出來 拿著麥克風去說 一些他們自己的看法 但反過來 我覺得每一個月 我們都會去做一個gathering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希望入了會的會員 儘量出席 我也想多些時間 看到你們 因為其實每個月一次 我也知道 可能你知道香港人 都很忙 都很難抽到的時間出來 因為我們的聚會 都要三個小時 三至四個小時 因為我不想那麽短 因為那麽短 其實大家都分享不到大家的東西 又要吃東西 又要吹水 又要聽我說話 我就要聽你說話 所以我也不想那麽短 這裡也說過 也說聲給大家聽 希望接下來這個月 月尾 我們都會公佈 在哪裡做第二次的gathering 這個我也想跟大家說聲 所以也說過 接下來還有一件事 我仍然還是收到一些聽眾的PM 和WhatsApp 為什麽WhatsApp 就是同事告訴我 即是97651311那個 甚至乎email 甚至乎我們台的電話 為什麽呢 就打來問我們 還收不收會員 收啊 快點參加 讓我下一次的gathering 見到你 因為Christielle 又是很死 怎麽說 落力 因為她每一次 做gathering 不是每一次 這次都是第一次 這次第一次的gathering 她都用了很多心機 就問我 究竟我們 對著一些會員 說什麽 我們都想 每一個月 就著不同的話題 或者甚至乎 飛行之間 有一些突發的事件 例如 大家例是 有人被自殺 那些 或者甚至乎 都可以說的 因為 我們發覺到 原來 這個流感 我們在香港 現在錄音 那一刻 都有99個人死亡 為什麽政府 不出聲 去說這些事情 好像剛才 某個朋友 也有說 SARS 都是300多人 死亡 為什麽現在 因為這個疾病 死了99人 為什麽 這個 香港有一個 傳染疾病 不知什麽的機構 控制中心 是的 控制中心 這個 基本上 為什麽他又不宣布 高永文 這些 高永文 有出來提過 很危險 快點打疫苗吧 Anyway 我會覺得 其實 真的 我覺得 香港人用了這麽多錢 去請你 我們的稅 請你 究竟你們做過什麽 你想想 99個人 我不理你究竟是老人家 小朋友 還是我們這些成年人 但始終是有人命的損失 現在不是9個 是99個 還有一個月之內 99人死 為什麽你們不出聲 為什麽你們不會通知 那些市民 打疫苗 我覺得 這個政府 是否一個政府 或是否一個責任政府 你怎麽看 Christie 他盡了他們 應該所謂的責任 就是叫你打疫苗 但是疫情也有 好像以前那樣 沙士 我覺得那屆政府做得頗好 可能是 比較上是 焦急一點 這個形勢 比較上是 急劇變差 他每天的新聞 都有講過一些 懷疑感染個案 感染個案 死亡個案 我覺得頗好 但我覺得現在 99人了 差一個就是三位數字 剛才也講過 沙士也是死300多人 現在死100多人 究竟怎樣呢 是否要死300多人以上 才會覺得 嘩 為什麽要後知後覺 我都不太明白 Anyway Adam 比較上是 新年 不要這麼猛 我都是有感而發 我覺得 如果政府 有些人聽陰謀背後 麻煩你去想一想 究竟 為什麽會這樣 Anyway 希望 多謝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集 多謝你們收聽 第三節 我們就結束了 要先祝各位身體健康 這個情況 是的 這個情況真的要身體健康 所以我一開始都這樣說 真的要身體健康 我每一年都是這樣說的 每一年 即是Christmas也好 New Year也好 或是Chinese New Year也好 我也是這樣說的 沒有好的身體的話 做什麽都沒有用 你有多少錢 都是沒有用的 如果沒有好的身體 所以 最重要的是 新年也是這樣說的 祝福人家身體健康的話 好過給一張 大的櫃 或者給一張 給一封 很大的利是 是嗎 其實健康 真的無價 OK 希望聽我們聽眾的朋友 甚至乎沒有聽的話 都祝福大家 這個身體健康 是嗎 OK 好 不要嫌Adam尋氣了 第四節 我們就會回來 OK 會員的話 就可以登入去我們的官網 主業的會員專區 用你們的username 以及 password 就可以進去我們聽的第四節 OK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需要點一首歌給大家聽嗎 記得嗎 當然要 點一首歌 開心一點 對嗎 開心一點 在這裡 不如我先 祝大家 身體健康 新年進步 學業進步 萬事如意 我都被你說了 對 有一句白答的 我還沒說 心想事成 耶 大家東城西就橫財就手 OK Cristia 我真的被你們說了 祝各位正在讀書的 就是學業進步 做一件事可以找多些 還有工作順利 Good Good Hailey呢 恭喜發財 OK 起碼大家 希望在新精頭 大家開心心過這個 是不是 今年好像是羊仔 嗯 沒錯 開心心做這個 羊年的快活人 可不可以這樣 希望大家 都是 新春愉快 Thank you 下星期見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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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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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